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关心重视和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开得圆满成功取得了封锁成果 是一次发扬民主群策群力的大会 是一次求真务实 团结固劲的大会 是一次开启征程 催人奋金的大会 会议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 吴邦国同志 温家宝同志 李长春同志 习近平同志 李克强同志 贺果强同志 周永康同志 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 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 参加小组讨论 与委员共赏国事 共一大计 胡锦涛同志 在参加农工党 九三薛社设计委员连组会市 就发展我国科技 教育 人才 医疗卫生事业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 发表了重要讲话 对于人民政协更好的旅行智能 发挥作用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充分体现了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通知 听取大会发言 参加小组讨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通知 听取委员对两高工作报告的意见 这些都对政协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期间 光大委员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敬事 以尽心接力旅行职责的态度 以讲真话兼正言的作风 积极围绕政府工作报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钢要草案等 着重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保障和改善民生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 提出了许多由价值 由分量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 这一政治组织和民族形势的独特优势 生动展现了广大政协委员 新系国家倾谦民生的精神风貌 各位委员 蓝图已经描绘 目标已经明确 关键是 心无旁骛 抓落势 通信协力 开心局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学习贯彻 胡锦涛总书记在梁会期间的重要讲话 文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事物规划纲要以及其他文件精神 认真落实刚刚通过的本次会议 政治决议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 激发一切可以激发的活力 相照事物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卫目标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进 奋勇前进 请全体齐力唱国歌 请全体齐力唱或订阅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谈会议第四次会议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谈会议第四次会议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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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领袖 党人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在主席台就坐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提案审查情况报告以及大会政治决议 贾庆林指出 会议期间 广大委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等 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禁言献策 大会政治决议则提出 要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上午九点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正式开始 吴锦涛 吴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参加大会 贾庆林说 本次会议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关心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开的圆满成功取得了丰硕成果 蓝图已经描绘目标已经明确 关键是心无旁骛抓落实 同心协力开心局 向着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奋勇前进